尽管赫尔南德斯否认终止与中方对话 却又指责中国在南海冲突区恐吓菲律宾 每日问询者报爆出 赫尔南德斯宣称 他原本以为已经返回中国的余政310船 28号早晨在黄岩岛海域 快速接近飞方的两艘船只 然后掉头驶离 并掀起两米高的浪花 由于事件没有造成损害 飞方船只未对此作出反应 但菲律宾媒体将此事件称为 中非对峙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事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卫明今天回应表示 飞方关于中国余政船 吓唬飞方船只的说法 纯属主观易造 希望飞方不要继续制造事端 使事态更加复杂 菲律宾方面的态度愈发激烈 在飞议长胡安看来 这是因为有美国的支持 曾经当过飞国防部长的胡安 27号就宣称 中国不敢对菲律宾军舰动武的唯一原因 是因为菲律宾有一个超级大国 美国当盟友 如果你单方国家 要跟中国为敌 不听美国的话 那美国不会保护你 可是你如果愿意听美国的话 美国也不会让中国来欺负你 这样的一个逻辑情况下 就可以纳入美国的一个保护伞 那如果美国能够在亚洲国家 创造更多的保护国 那美国当然就已经完成了 它重返亚洲 而且重新领导亚洲的这样一个目标 所以我觉得这是美国的 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 已经开始在实践了 那菲律宾就是一个四金石